請大家把屏幕唸一遍 請大家把屏幕唸一遍 同巨委經理人 作證 同巨委經理人 作證 還有誰是會指導發的 好 來 老師說 問答題眼睛念過一遍之後 趕快看最後 鐵球就是我們的不規則物體 不規則物體問題基就是上升或下降的水體基 水體基要長官跟水高 好 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在屏幕裡面找什麼東西 好 找屏幕的長官 好 來 從氣外部你就知道你要減透度對不對 好 然後高 注意高 高什麼 水高這邊有水高 從二十三到十八十六水高 那這題你會了嗎 會齁 請你務必要看了一個應用題之後 從最後這要問你的時候 從這裡先看 鐵球的體基 好 來 球部位的物體的體基就等於 長官乘水高 好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 長官又找到容器的外部 所以你要減透度 來看這邊 厚度可以二 厚度可以二 好 這個是水高 所以跟容器高度互相干 好 來 這裡需要的是水的高度 那它給你都是外部 外部 外部 所以呢 水的從二十三下降到十八 只要知道水下降的高度 好 來 知道 長 知道 官 知道 水下降 好 這一題就是這樣子 答案就出來了 好 來 這一個三字語放下去 來 容器 大家看一下題目 不用太認真 來看後面 問一條魚的體基 就是不規則物體的體基 不規則物體的體基是 長乘以寬乘以水升高 對不對 好 會了 好 來 講到場寬看 外部 那我就知道要減掉厚度 你都沒有跟著我念它去 表示沒有關係 來 提報容器 你自己的外部長寬 那你就知道 必須把外部的長 減掉厚度 三二 三二 外部的寬減掉厚度 三二 好 長寬 來 看水高 來 水高 來 從題目裡面去找水高 不要去管題目給什麼 要你想要用什麼資料 去題目裡面找 好 我現在要用的是水高 我來找水高 水高從十九到十 所以水高就是十九減十 於是我有查寬水高得到的是答案 很多人拜在這裡 一條魚 這裡是三條魚 所以小魚的體積一樣大 好 正確 所以很多人這一部玩要這一部忘記做 來 這裡有沒有一位 沒有 現在觀念就非常的清楚了 那我把這個部分放 gm 這一個 這個 COO 來 看 好 最後來的話我們來看 最後面 熊游泳池的榮祁 游泳池當然有長、寬、高 這裡都沒有講過三個數字相乘 好,來,定課進這裡,大家接幾個鐘就這樣子 超級級級級 七數乘以四十乘以二等於六千 再唸一遍,七數乘以四十乘以二等於六千 好,我要很快速地印到下一題 好,來,這次三天好,來翻一下 好,來,十六點一遍 十六五十一年,五十五年,五十六五年 五十六五年,五十六五年,五十六五年 五十六五年,五十六五年,五十六年,五十六年 好,來,看最後的問題 水竹箱裝多少水? 水竹箱裝多少水? 水,跟你講過了,水竹箱裝水,你要看水的高度 那這個呢,這裡是,哦,裝滿,來,水竹箱可以裝多少水? 這裡就是指裝滿 也就是指水竹箱內部的長寬高,裝滿 內,來,先解題最重要 水竹箱可以最多裝多少豪松的水?就是裝滿 水竹箱的內部長寬高 好,來,你知道了,長,減掉厚度乘以二 寬,減掉厚度乘以二 高,這是一個無帶的,所以減掉一個厚度就好了 然後長乘以寬,寬乘以高 有出來的,因為都是公分,答案是立方公分 就等於小幻想答案立陶生